工商團體都很關注 今天呢自經會審查的進度 那麼正好今天工商協進會改選理事長 最後是由台博董事長林伯峰接任 他對於立院審查示範區特別條例草案 有民眾抗議 林伯峰說他覺得學生應該要節制 用溫和的表達意見的方式 而政府也應該重視民間意見 至於下半年景氣林伯峰他相當樂觀 工商協進會26號改選理監事 外界相當看好有台博董事長林伯峰 接任理事長 對於明年的景氣林伯峰表示相當的樂觀 景氣明年是一定會比今年更好 我想最快時間已經是過了 明年應該只會好不會壞 但是要好到什麼程度 也要看政府政策的配合 與此同時立法院也正在審查 示範區特別條例草案 林伯峰也表達看法 對於學運的表達方式 更不應該還要再多於重視 但是對學生的運動 我想學生應該要節制 應該要節制 那麼表達的方式 應該是多元社會表達方式 可以再溫和一點 對於時事景氣林伯峰侃侃而談 而未來接掌工商協進會之後 是否會代替會員發聲向政府提出建言 林伯峰今天則是相當的低調 表示當選之後再對外說明 UDN TV 仲欣義 邱欣宜 台北報導